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家店到底有多特别呢 让我们去看一下吧 群的鱼在这里 我就想猫爬电线感想偷抓鱼 鱼要怎么游 然后游外往内游 然后一大群的游 大鱼 小鱼怎么去穿插 我一个人就像风子一样 左一点 右一点 再移一点 上面一点 砸下2000万打造 这是全台湾第一间施木鱼主题馆 沿用漂流木外观300平空间 以水蓝色圆柱注入水的异象 诉说着施木鱼情缘 施木鱼不是只有local平民小吃 它应该是可以食尚的 它是可以优雅的 台南长大驾到台北 先生从事花卉生意 如姐作用富贵 因为从小在台南长大 就选择施木鱼来创业 独一无二包出的施木鱼水饺 就透过10万块 假期的网络来分售 半家家酒 真的她觉得我在半家酒酒 她的鱼肉水饺 你觉得有可能吗 有 她那时候年轻 现在我来找她 她可能说不要玩 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追星 其实明星呢 也会追非常美味的美食哦 这一期的美食大王牌 就请来了两位主厨 她们都是专门为明星做私房菜的 到底我们明星私底下 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式呢 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给哪位明星做过菜 我跟那个曾志伟做菜 人家喝酒是喝年代 我们是喝年代 整杯都是90年代 最好的红紧 吃下甜点 电影里的曾志伟是美食家 生活中也是一个吃货 尝遍天下美食 那我们主厨又是以什么菜 多得曾志伟的青睐呢 曾志伟都吃过他的菜 真的吗 他觉得怎么样你做的菜 他一般喜欢吃的 他就是 红酒焖牛尾 好 所以你今天带来的也是 红酒焖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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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志伟经常到主厨店里品尝 为此该店特设了一个名为 智伟家的房间 牛尾暖若滋补 与红酒酒醇交相回应 浓郁不是清淡 无愧为吃货 曾志伟的最爱 我们这道牛尾是曾志伟的最爱 好啦 这一期的环球 想先看就是这样啦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